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关于习惯改变命运的视频 你是否曾思考过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生活中取得巨大成功 而有些人却似乎一直陷入同样的困境 答案可能就隐藏在我们的习惯之中 事实上,个人40%到50%的行为是由我们无意识的习惯所决定的 今天,我将与你一起探索习惯的奥秘 揭示习惯如何成为改变命运的关键 这位作者是詹姆斯克利尔 Jane Coyer,他是美国著名的习惯研究专家和习惯学院的创始人 他对习惯的研究成果以及如何将其应用于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掌控习惯一书中 他为我们揭示了如何通过微小的改变和重复的习惯 实现真正的变革和成就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索他的独到观点 学习如何通过改变我们的习惯来改变生活 无论你是想改善健康,增加阅读量 还是掌握一门新语言 这个视频将帮助你理解并应用这些强大的原则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开始为自己的未来铺就成功的道路 学会如何通过微小习惯改变生活 带来巨大的影响 你有没有想过 要实现积极的改变并不需要翻天覆地的大动作 也许你渴望拥有更健康的饮食习惯 或者培养阅读更多的书 学习一门新语言 或者掌握树敌等技能 然而,单凭心愿并不能让它们成为现实 仅仅口头上说想吃更多沙拉 并不能让你真正坐牢 仅仅说要读更多书 也不能让你抛开Network 拿起战争与和平 但是,这就是习惯的魔力所在 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将与你分享詹姆斯克利尔真语科学畅销书 掌控习惯中的核心观点 我们一起探索如何通过微小的行为改变 逐渐养成习惯并带来巨大的结果 这并不需要彻底颠覆你的生活 也无需重新塑造自我 你只需微调自己的行为 一次又一次地重复 让它们成为习惯 从而引发积极而深远的变化 微小的习惯对生活的影响能够出人意料地强大 让我们以一下准备从洛杉矶起飞的飞机为例 目的地是纽约市 飞行员将所有正确的信息 输入飞机的计算机 飞机顺利起飞并按照正确的方向前进 但是现在 请想象一下 在起飞后不久 飞行员意外地微调了飞行路径 它只改变了3.5度 几乎微不足道 只是几英尺的差距 飞机的极头稍微偏向一侧 而没有人无论是飞行员还是乘客 察觉到任何不同 然而 在穿越美国的旅途中 这个微小的变化将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当旅程结束时 困惑的乘客甚至更困惑的飞行员 会发现他们降落在华盛顿特区 而不是纽约市 那么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个故事呢 这是因为 就像困惑的飞行员一样 我们不会注意到生活中微小的变化 小的变化对立即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如果你今天身材走样 去跑步20分钟 明天你依然会身材走样 如果你晚餐吃一份家庭装披萨 它不会让你一夜之间变胖 然而 如果我们每天重复这些小行为 我们的选择就会逐渐累积成重大的结果 每天吃披萨 一年后你很可能已经体重大增 每天慢跑20分钟 你最终会变得更苗条 更健康 尽管你可能不会察觉到这种变化正在发生 你可能已经领悟到这里的主要见解 那就是微小的习惯对生活的影响出人意料的强大 而你并不一定会实时察觉到这种影响 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后 你才会看到习惯带来的结果 现在 我们知道无法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 可能会让人失去信心 如果你正在经历这种情况 如果你对及时的积极变化感到沮丧 那么重要的是要试着关注你当前的轨迹 而不是当前的结果 假设你的银行存款很少 但是你每个月都有一些存款 你当前的结果可能并不是很好 你的存款还是相当有限 但你可以相信 你的轨迹是正确的 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在几个月或几年后 你将会看到重大的改善 当缺乏明显进展让你沮丧时 记住你正在做正确的事情 并且你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但是你如何让自己走上正确的轨迹呢 你需要培养习惯 让我们学习如何构建习惯 改变环境是养成良好习惯的关键 而制定明确行动计划也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我们刚刚了解了习惯是如何形成的 让我们简要回归一下 一个习惯由四个要素构成 一个提示触发你行动的信号 一个渴望你想要实现的愿望 一个反映习惯本身的行为 以及一个奖励完成习惯带来的积极感受 一旦你了解了他们的运作方式 你就可以开始利用习惯形成的秘诀 让好的有成效的习惯牢牢保持下去 假设你渴望学会吉他 你已经有了乐器 掌握了一些基础 但是你难以坚持练习 每天早晨你告诉自己稍后会弹奏 但是一天结束时你连弹奏一次都没有 但是现在你知道了养成习惯的秘密 你可以利用他们为自己带来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 你希望让拿起吉他的提示无处不在 让他不容忽视 不要把你的乐器放在橱柜 或者备用房间的角落里 而是将它摆放在客厅正中央显眼的位置 使你的提示可见 不容忽视 这样会更容易将你对练习的渴望转化为习惯 改变环境 让你的提示至于首要位置 将有所帮助 但是如果你想更进一步完善你的触发器 你可以使用所谓的执行意图 那么什么是执行意图呢 当涉及到养成良好习惯时 大多数人往往对自己的意图过于笼统 我们说我要吃得更健康 或者我要学吉他 然后我们只是希望自己能够付出行动 执行意图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笼统的意图 执行意图提供了明确的行动计划 他们帮助你确定何时何地进行你想要培养的习惯 好的 让我们回到吉他的例子 不要告诉自己你这周会练习吉他的某个时间 而是告诉自己 在周一 周三和周五 当闹钟响起时 我会第一件事拿起吉他 练习一个小时 别忘了将吉他放在房间的中央 通过制定执行意图 你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计划和一个明显的提示 你会惊讶地发现建立一个积极习惯会变得更加容易 也许你会想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它真的有效 我真的可以改变环境 食养成良好习惯变得容易吗 在理论上听起来不错 但实际操作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看看博士顿的医生 安妮索恩代克的安妮索恩迪克工作 顺便提一下 他与热爱猫的爱德华索恩代克 Divert Solindic并没有关系 安妮索恩代克面临的大多数 健康专业人士面临的问题 他希望帮助他的患者 改善饮食和零食习惯 但他也知道 做出有意识的选择来吃得更健康 可能很困难 这需要很大的意志力和纪律性 而我们并不都拥有 无尽的意志力和纪律性 因此 安妮索恩代克和他的同事 设计了一个实验 作为实验的一部分 他让医院的自住餐厅重新布置 冷柜里的汽水被瓶装水取代 餐厅的各个角落都摆放着瓶装水 索恩代克医生和团队观察着会发生什么 你认为会发生什么呢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 汽水销量下降了11% 而水的销量则增加了25%以上 仅仅通过为人们提供更多喝水的提示 索恩代克医生和他的团队 就能够让人们做出更健康的选择 换句话说 他们能够帮助人们养成更好的习惯 而无需强迫他们做出有意识的决定 这是改变环境能够帮助你养成更好习惯的明确证据 激发我们采取行动的原动力来自对奖励的期待 这可以让习惯变得有吸引力将有助于坚持下去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对掌控习惯的探索大约一半的内容 我们已经了解了习惯的强大之处 它们是如何形成的 以及如何利用习惯提示为自己牟利 现在是时候谈谈习惯构建中的奖励了 在1954年 神经科学家詹姆斯·奥尔兹·詹鲁伯子和彼得米尔纳·皮特·米勒尔进行了一项实验 研究渴望背后的神经科学 他们使用电极阻断了一些老鼠体内神经地质多巴胺的释放 结果令人惊讶 实验室里的老鼠失去了生存的意愿 没有多巴胺 他们没有渴望进食 饮水 繁殖或做任何其他事情 仅仅几天后 他们全部死于口渴 这个令人不安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 多巴胺是一个关键的动力因素 当我们做一些有益于生存的事情如禁食 饮水 进行性行为多巴胺会释放 我们会感到愉悦 这种愉悦的感觉激励着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进行有益的行为 到目前为止 这一切都很清楚 但是对于构建习惯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我们不需要真正做令人愉快的活动来获得多巴胺的刺激 仅仅是期待做一些愉悦的事情就足以激发多巴胺的流动 在大脑的奖励系统中 渴望某物与获得某物是相等的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 在养成新习惯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让它成为我们期待的事情 我们就更有可能坚持下去并真正去做 在这里 我想向你介绍一下诱惑捆绑的概念 诱惑捆绑是将你认为重要但不吸引人的行为 与你喜欢的行为联系起来 这就是在养成新习惯时如何利用多巴胺的方法 考虑一下爱尔兰的工程学生罗南伯恩 Rollingburn他知道自己应该多运动 但对锻炼并没有太多的兴趣 然而他喜欢看Network 于是罗南改造了一辆健身车 他将健身车与笔记本电脑连接起来 并编写了一些代码 只有在他以一定的速度骑行时 Network才能播放 通过将锻炼与他本来就喜欢的行为联系起来 他将一项让人不感兴趣的活动 变成了一项令人愉悦的活动 你并不需要像罗南那样 设计复杂的Network 健身车装置来应用这个原理 到你自己的生活中 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例如如果你需要锻炼 但你想要了解最新的名人八卦 你可以承诺只在健身房读杂志 或者如果你想看体育比赛 但你需要打销售电话 你可以承诺在与第十个前在客户交谈后 享受半小时的DSVR 只要找到一种让那些不吸引人 但重要的任务变得有趣的方法 你就会在多巴胺的浪潮中享受乐趣 并同时培养积极的习惯 如果你想养成新的习惯 尽量让这个习惯变得容易接受 让习惯变得愉快 是让其牢固的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让习惯变得容易 来加速习惯形成的过程 容易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 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滑动 或者一口气吃完一袋薯片 因为这些行为都很容易做到 而另一方面 做一百个俯卧称 或学习普通话都相当困难 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业余时间 很少会被吸引去 进行高强度的锻炼或语言学习 通过尽可能地 让我们期望的行为变得容易 我们最有可能将其转化为习惯 而好消息是 我们有多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点 第一种方法是减少摩擦力 下面是这种方法的解释 詹姆斯克利尔一直以来都很烂于计赫卡 然而 他的妻子却从不错过计赫卡的机会 这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原因 他在家里准备了一个盒子 按场合预先分类好了赫卡 这个小小的准备工作使得他在需要计赫卡 来表达祝贺或慰问时更加方便 他不必在别人结婚 获得到新工作时去购买赫卡 这减少了计赫卡时的摩擦力 摩擦力是一个双向过程 如果你想消除不良习惯 你可以增加摩擦力 所以如果你想减少在电视机前浪费的时间 把电视拔掉插头 拆下遥控器的电池 这样就会引入足够的摩擦力 确保你只在真正想看的时候才打开电视 所以这就是摩擦力 让习惯在长期内变得更容易的第二个技巧 是所谓的两分钟法则 这是一种让任何新活动都感觉可行的方法 原则是将任何行为分解为 在两分钟内可以完成的习惯 所以如果你想多读书 不要承诺每周读一本书 相反 养成每晚阅读两页的习惯 或者如果你想参加马拉松比赛 每天下班 后置承诺穿上跑步装备 两分钟法则是建立于实现了习惯的方法 通过小的成就来引导你迈向更大的目标 一旦你穿上跑鞋 你可能会去跑步 一旦你读完两页 你很可能会继续阅读 开始行动时做任何事情的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让习惯立即带来的满足感 对于有效改变行为至关重要 我们离结束越来越近 但在结束之前让我们谈谈使用习惯改善 生活的最后一条规则 为了说明这一点 我们需要讲述一位非常成功的公共备生研究员史蒂芬 卢比斯蒂文·溜比的故事 回到上世纪90年代 卢比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一个社区工作 他的工作非常出色 他成功将当地儿童的腹泻率降低了52% 肺炎率降低了48% 皮肤感染率降低了35% 那么他的秘密是什么呢 香皂 是的 没错 卢比取得的巨大公共卫生成就是好香皂的结果 卢比知道洗手和基本卫生对于减少疾病至关重要 当地人也了解这一点 但是他们只是不能把这个知识变成习惯 当卢比与保洁公司合作 在社区免费发放高品质的香皂时 一切都改变了 一夜之间 洗手变成了一种令人满意的体验 新的香皂起泡容易 闻起来也很好闻 突然间 每个人都开始洗手 因为现在它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活动 使地分卢比的故事说明了行为改变的最后且最重要的规则 习惯需要带来满足感 使良好的行为变得令人满意可能有些困难 这是由于人类的进化 今天 我们生活在所谓的延迟回报环境中 你今天去办公室 但回报薪水要等到月底才能得到 你早上去健身房 但你不会立刻瘦下来 不幸的是 我们的大脑进化成了适应及时回报的环境 我们遥远的祖先并不会考虑向为退休储蓄 或坚持节食这样的长期回报 他们关注的是向寻找下一顿饭 寻找庇护所和保持足够警觉 以逃离附近的健吃户这样的及时问题 这种对及时回报的关注可能会鼓励不良的习惯 吸烟可能会在20年后导致肺癌 但在那一刻它能缓解你的压力和对你固定的渴望 来自香烟的及时满足很可能会盖过对健康的长期代价 所有这些意味着当追求具有延迟回报的习惯时 你需要尽量将一些及时的满足感与之联系起来 作者所认识的一对夫妇的经历 最好的地解释了这一点 这对夫妇希望外出就餐次数减少 多做饭 更健康并节省钱 这些都是具有延迟回报的目标 为了让他们的目标立即得到回报 他们开设了一个名为欧洲之行的储蓄账户 每次他们避免外出就餐时 他们就会将50美元存入该账户 看到50美元存入储蓄账户的短期满足感 为他们提供了持续保持良好习惯的及时满足 所以让习惯立即带来满足感 对于有效改变行为至关重要 通过将及时满足感与良好习惯联系起来 你能够更好地坚持下去 并获得更长远的回报 创建一个框架来跟踪和约束你的习惯 使用追踪器和契约 好的 我们已经学习了如何养成良好的习惯 但是 无论我们如何让习惯变得愉快和令人满意 我们可能仍然无法坚持下去 让我们看看如何保持我们的良好意图 使清习惯保持下去的一个简单技巧 叫做习惯追踪 在历史上 许多人通过记录他们的习惯而取得了成功 其中最著名的之一是本杰明富兰克林 从20岁开始 富兰克林就用一个笔记本记录了自己遵循的13个个人美德 这些美德包括避免闲聊和始终做一些有意的事情 每天晚上 富兰克林会记录自己在每个领域的进展情况 你可以效仿富兰克林的习惯追踪方法 使用一个简单的日历或日记 每天勾调你坚持自己选择的行为的日期 你会发现他非常有效习惯追踪 本身就是一种有吸引力和令人满足的习惯 与其和实际行动每天勾调一天的乐趣 会让你感觉很好 并保持你的动力 接下来 我建议你制定一份习惯契约 如果你未能坚持下去 就会受到负面后果的约束 布莱安哈里斯是来自那时威尔的一位企业家 他非常认真的执行他的习惯契约 在一份犹谈 他的妻子和个人教练签署的契约中 他承诺将自己的体重减到两百瓣 他确定了一些有助于实现目标的具体习惯 这些包括每天跟踪他的食物摄入量和每周称体重 然后 他对不遵守这些习惯设定了惩罚 如果他未能跟踪食物摄入量 他将向他的教练支付一百美元 如果他未能称体重 他将欠他的妻子五百美元 这个策略成功了 他不仅是由于他害怕失去金钱 而且是由于他害怕在两个对他很重要的人面前丢面子 毕竟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 我们关心周围人的意见 知道有人在关注你可能是一个强大的成功动力 那么 为什么不给自己设定一个习惯契约呢 即使他没有像布莱安哈里斯那样详细 考虑于你的伴侣 最好的朋友或你的其中一位同事达成一项成目 如果你对未能坚持下去设定一系列后果 你就会更有可能坚持自己的习惯 正如我们所见 坚持一个积极的习惯 无论多小 都是实现人生伟大成就的可靠方法 总的来说 行为上的微小变化不会立刻改变你的生活 但是将这种行为变成每天都执行的习惯 绝对可以带来重大的改变 改变你的生活不是要取得重大突破 或彻底改变你的一切 相反 它是关于建立一个积极的习惯系统 当结合在一起时 能够带来非凡的结果 最后我建议是用习惯叠加来引入新的行为 如果你想养成一个新的习惯 你可以尝试将其叠加在现有的习惯之上 比如你想开始冥想 但是你很难找到时间 试着想一想你每天轻松做到的事情 比如早上喝咖啡 然后在这个习惯之上添加新的习惯 承诺每天早上喝完咖啡后进行冥想 并利用你已经养成的习惯带来的自然动力 来推动你的新习惯的建立 在这段视频中 我们探讨了小习惯的力量 以及它们对生活的重大影响 我们了解到 要进行大的改变 并不需要采取激进的行动或完全改造自己 而是通过持续进行小的变化 并逐渐养成习惯 这些习惯在持续重复下 能够带来显著的结果 我们学到了创造习惯的关键因素 线索 渴望 行动和奖励 并探讨了如何借助习惯叠加 奖励的吸引力 以及追踪语期约等方法 来使习惯更易保持 总结而言 通过关注小的改变 让习惯变得愉悦和轻松 并结合线索 奖励和责任感 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习惯系统 为我们的成功扑就道路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 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 请订阅智慧传媒听书频道 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吸发你的思维 发现新的世界 点击通知按钮 第一时间一起体验几滴思考与智慧的力量 开启美好未来 谢谢你 再见 请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